记住这两点帮你拆除动脉斑块 这个不定时炸弹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冬天天气寒冷 人血液相对就比较粘稠 再加上你又不动 饮食上在后胃就过年了 烟酒也不济 油腻吃的再多 很容易导致血脂的升高 形成动脉的斑块 研究显示 随着现代物质生活的丰富 年轻人工作压力的增大 饮食不节制 斑块的出现正在呈年轻化的趋势发展 一般来说 斑块是呈软硬两种状态 当斑块内部发生了钙化 就出现了硬的斑块 从西的角度上说 是相对稳定的 危险的系数比较低 而软的斑块 它富含有脂质 容易在血冲击下 破裂脱落 形成血栓 堵塞住血管 引起心梗和脑梗这些急症 所以斑块被称为 是人体内潜在的不定时的炸弹 不过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呢 也是可以拆除的 主要记住这两点 就有可能实现密转 甚至消失 这两点就是科学的治疗 和改善生活方式 治疗方面呢 我们可以用中医整体观念 这样的理念 全面的调整 包括着中药的活血化瘀 生活饮食方面呢 最主要的就是 减少胆固醇的摄入 少吃那些高油 高脂 高糖的食物 多吃富含有维生素的食物 每周必须保证 有150分钟的 有氧运动 在这基础之上 要增加一些 动态的运动 比如说 平板支撑啊 靠墙蹲 但这个靠墙蹲呢 开始做的时候 你腿没那么大的支撑力 一定要注意 把这小垫子 垫在你脚后跟那儿 万一你坐的地下了 别刻着尾巴骨 俗话说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不论是治疗 还是育后改善生活方式 都要坚持不懈 不能够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